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行政院党产会将于10月4日第三度召开复联会听证会,据了解,复联会有别于上次以每人十万元代价,重金邀请专家学者出席熬战党产会,在今年2月385亿元财产被冻结后,这次没钱再撒币,将改以主委雷欠助率亲征,即找来时空法专家出席。 党产会委员表示,本次听证会有二大征典,第一,复联会财产是否为政党及其负罪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四款之不当取得财产,第二,是否应命复联会以转其不当取得财产为国有,复联会将以伟大过去迎战党产会。 据透露,10月4日听证会上,复联会已派副秘书长吉宇和与自身常委秦顺英搭档,以见证人方式叙述复联会过往贡献,复联会邀请的专家学者有研究经济时空法则的成大法律系教授蔡志芳一鸣, 委员指出,吉宇和氏复联会170箱账策及历史档案被运走的重要关系人,过去在孤岩捉云当主委时代是复联会仅次于孤岩的高层,当初接受党产会调查约谈时防备心很强,直到被孤家切割后,才供出孤岩指示搬走170箱资料。 委员也说,上次听证复联会请来的学者阵容庞大,后来党产会在账策发现,原来复联会给每人10万元超高额出场费,只要在听证会上讲10分钟,就有10万元,几乎是一分钟1万元偏价,远胜官方给专家学者的2000元车马费。 委员提及,复联会这次没向党产会申请每人10万元经费,要邀请专家学者出席,新的主委雷倩不会这么做,若有党产会也不会同意。